联合国、俄罗斯、乌克兰和土耳其 7月22日达成一项协议 允许乌克兰出口粮食以缓解全球粮食危机 乌克兰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之一 但是俄乌冲突阻碍了粮食运输 导致粮价飙升 是全球数千万人陷入粮食不安全的境地 联合国警告称 粮食短缺可能会把一些国家推向饥荒的边缘 在联合国和土耳其的斡旋下 俄乌双方进行了两个月的谈判 最终达成了这项协议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2日表示 这项一揽子计划旨在恢复乌克兰的粮食出口 同时放松对俄罗斯粮食和化肥运输的限制 西方此前对莫斯科实施了严厉的制裁 古特雷斯表示 这项协议为从乌克兰三个主要港口 奥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和尤日尼 出口大量商业食品开辟了道路 联合国紧急救援协调员格里菲斯 在协议签署前表示 事实上协议双方在很大程度上 仍然处于交战状态 能够通过谈判达成这类商业协议 来帮助饱受战争之苦的世界 我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 这是一个非凡的成就 根据协议 乌克兰领航船将带领商船 通过雷区进出乌克兰港口 允许货物通过黑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 行动将由伊斯坦布尔的 一个联合协调委员会监督 联合国和土耳其监督人员 将确保驶往乌克兰的船只 没有携带武器 联合国官员在协议正式 签署前的一次吹风会上表示 这些商船不会有军事护航 但如果遭遇地雷 可能会部署一艘扫雷舰 新计划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实施 标志着乌克兰和俄罗斯在确定航线上 实现停火 是一个重大突破 至少具有象征意义 然而过去的类似协议 曾因相互不信任和违规指控而被破坏 22日的签字仪式也显示出紧张迹象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代表 拒绝坐在桌子的同一侧 两国国旗的展示也进行了调整 使他们不再紧挨着 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 在仪式前发推表示 如果发生挑衅 乌克兰将立即做出军事回应 俄罗斯和乌克兰供应了 全球一半以上的葵花籽油 和大约30%的小麦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联合国曾警告称 粮价飙升可能使全球 7100万人陷入贫困 最近几周 小麦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 从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刚刚创下的高点大幅下跌 分析人士将其归因于经济放缓 作物预测改善以及达成乌克兰粮食出口协议的前景 作物预测改善